各位观众 刚才我们听到Tom 原来都市上有很多隐藏的压力 阿辉生还有没有其他案例吗 我们见到Tom有没有其他案例吗 好 我给你一个生活化的例子 化名Mary Mary是一个40多岁的家庭主妇 家里要照顾两个小朋友 除了小朋友之外 亦要照顾家庭世母 还有老爷奶奶都需要照顾 想想其实这份工作也挺辛苦 一年365天无休 无法停 一般来说她的生活比较枯燥 很多人的奶奶比老闆更难受 还没得下班 没得下班 每天的工作就是买菜 煮饭 小朋友放学 看功课 温书 还要照顾老爷奶奶 陪他们去看医生 复诊 其实做完这些事情 没有时间给自己 没有自己的兴趣 没有自己的圈子 其实很惨 慢慢地发觉自己的自信心越来越低 不过她不知道社会发生了什么事 和社会简直是脱节 有些事业型的女性 以前的中学同学 已经有地位 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皇国 有自己的家庭 但她们都可能分配时间 分配得好 但偏偏 玛丽就没有这些事 不知道社会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 更加不知道老公在外面搞什么 到最后知道老公在工作环境之中 认识了第二个 即是组织 一个女朋友 对了 抱怡儿奶 有另外一个小三 对于Mary来说 其实她的一切就是她的家庭 包括她的婚姻 包括她两个小朋友 但突然之间 这麽重要的支柱 没有了 对于她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打击大之余 她本身来说 是一个很重效应的一个女孩 她不敢跟自己爸爸妈妈说 在老爷奶奶面前 也不敢说自己先生的不事 对着子女更加要撑着 有眼泪也不敢流 见到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 个人越来越没心机 家里煮的东西越来越简单 甚至乎到最后就不煮了 经常都说累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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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我們說抑鬱症未必真的會在別人面前表現 哭苦哭忽、不開心、要自殺 外於他們的性格、他們的崗位 他們可能要撐住 但這些不滿、不開心 其實都要有一個方法去發洩 很不幸在Mary的身上 她就發洩了一些身心的症狀 成為了很多的不開心、不舒服 其實潛意識是希望多些人的關心和照顧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例子 我們所謂的抑鬱症